艾菲的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哪些星座的人 永远都有正能量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 在逆境当中人最可贵的就是 能够持续地保持正能量 那我们这个字版要为大家公布 就是哪些星座的朋友 永远都有正能量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今天三位来宾 有没有人上榜 请大家参考太阳上升 以及水星星座 这个部分为什么要看水星呢 因为一个人的正能量 是跟你的思考能力有关 所以我们要多看一下水星的星座 首先来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上升水星如果是落在 狮子座的朋友要恭喜你 你是永远都可以有正能量 就算挫折来临 你也能够懂得转念 而且自我鼓励 那我们现场来宾里面 谁有这个太阳上升或水星 有这个狮子座的呢 就是我们的志强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的上升星座就是狮子座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志强 难怪我都觉得自己很帅 难怪脾气不太好 对这个上升星座的这个狮子座 它其实代表说它的个性 就是不管它到了什么年纪 永远像是一个开心果一样 在人群当中 你可以呢成为 就是一般人眼中的开心果 就算是跟你有同样的 这个生命当中历程 比较困苦的 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导师 甚至去鼓励他们 狮子座的这个人 它其实重点就是可以自我鼓励 而且呢它还能够把自己的这一份热忱 自己这一份对生命的信念 来去鼓舞或者去支持别人 所以呢我觉得身边 如果你有试作的朋友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多跟他们聊天 多跟他们请教 一定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 一个可以自我鼓励的方法 而且呢试作很能够帮助别人转念 因为他们就是人群当中的太阳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鼓励我们的自强 希望你能够成为所有朋友的太阳 我是你们的太阳 我觉得最近有点热 有点腻 再来我们看一下太阳上升水星 如果是落在这个星座朋友 也是能够成为大家 心目当中的永远有正能量的人 就是母羊座 那么母羊座能够成为大家眼中 拥有正能量的人 是因为他们勇往直前 而且勇于接受挑战 那么我们这个现场来宾里面 有谁是这个太阳上升或水星 是母羊座呢 我们的自强就是母羊座 直接我鼓脚 对对对 还有我们的正伟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上升星座也是母羊座 那么母羊座的一个人格的特质 或者他们对于生命当中 遇到挫折的时候 如何展现正能量 就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 而且他们直接面对问题 我今天走不好 但是我就还是要走起来 我今天就是说 可能哪一方面有困难 我就要克服这个困难点 他们是比其他星座 更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挫折 更愿意面对自己的缺点 或是弱点 因为他觉得这个挑战不是难事 只要我不放弃自己 我就能够克服这个挑战 我相信郑伟待会 可以分享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 一定能够有很多 让人家觉得说 真的是太勇敢了 太能够挑战这个困难 克服这个困难 所以母羊座给人家 感觉就是一个生命的勇者 对我们待会期待你的分享 再来看一下第一名 太阳上升水星 如果是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也是能够永远都拥有正能量的人 他是什么样特质呢 是乐观开朗 而且呢自信幽默 我们现场的来宾有谁是有这个特质呢 按照流程应该就是张哲睿 是的 是我们 我终于中了 对我们的哲睿的水星是落在射手座 那个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说 诶 那老师是不是就是硬臭的 其实不是喔 没有人指引你老师 因为我是母羊座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现场观众朋友 以及来宾都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哲睿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在痛苦当中 你还能够用自信的幽默的方式 去转化你生命当中的这个关卡跟历程 我觉得其实鼓励的不只是 我们现场的主持人跟老师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多深受鼓励 那么我觉得这个射手座的特质 就是永远能够乐观 而且永远能够开朗 在挫折当中笑着流眼泪 这个部分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困难的人 他们觉得说反而就是自己 一定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跟挑战 因为他们是永远生命当中 是有信念的人 因此呢我们鼓励 狮子座母羊座以及射手座的人 在挫折当中 永远能够表现出正能量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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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